你再做轉型啦 因為我們剛剛其他來賓 都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因為中華電信 它現在面臨到的 就是它的客戶數不停的流失 然後包括亞太跟台灣之星呢 其實都是比較 有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那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其實今天 有一個最新的一個消息 就是說中華電信 也要來做網營了 啊對 網路銀行 對 那中華電信 完全沒有否認 那這件事情其實是 可以想像的 也就是說 台灣銀行跟趙鋒 對 也就是說其實 接下來5G要這個上錄之後 那到時候我們看影片 或者是download一些 教學影片的話 你會覺得非常非常的快速 所以它會牽涉到就是說 有些比較好的影片 或者是比如說 這個線上的電影 這個院線片 那甚至呢有些院 有些片商它可能會直接 拿在手機上賣 那如果說我要看院線片的話 我就付錢啊 那付錢的話呢 中華電信它這個時候做網營 它就可以跟片商 或者是跟其他的相關的一個廠商 做一些財商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 他們願意推出499跟299 就是純粹回過頭來 就是鄭優董長講的 他們現在要鞏固 他們的一個市占率 他們先把他們的市占率先鞏固 止血之後 後面的附加價值 才是他們要的一些東西 所以接下來會有一個比較 我覺得就產業面來說 會是競爭更激烈 然後變化速度更快的一個時代 我舉例來說 就是說其實我們過去看電視 或看媒體 我們大概就是看電視嘛 可是現在呢 很多的產業它會認為說 其實電視不是他們接受 客戶的唯一的一個管道 所以呢包括手機產業 包括其他的媒體 新媒體 所謂的新媒體 它會分掉更多的一個收視群 它會創造更多更多的一個商機 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台股不是上萬年以上了嗎 很久了嗎 200多天了 滿一年了 對滿一年了 可是呢其實 營業日了 對 可是其實呢 這幾年 投股業還是很不景氣 我的意思是說 加入會員的人 也沒有那麼 就是沒有隨著台股的成長 然後他的業績就大幅上升 沒有 反而是呢 有幾個分析師 他們在兩三年前 他們就察覺到說 其實台灣的整體 投股市場在萎縮 對 那他們就開始做轉型 對 做什麼轉型呢 從網際網路 對 他們就在手機的這個FB上 賣課程 拍影片 而且呢 不管是課程或者是影片 通通都收費 然後讓人非常訝異的是 有幾個分析師 坦白說 還真不知道他是誰 我的意思是說 他大概就是分析師 人超多的 那我就不點名了 像有一個分析師 其實他從以前到現在 他只上過電視節目兩次 那當然還有他自己的堅持 可是他就非常用心的在經營網路這一塊 然後就變成網紅 然後要開課 他開課之後呢 就是一個月只送你99塊 他就是寫一些 他對這個大盤的分析 他對財經訊息的分析 那你一天大概可以平均收到三到五次 所以他上限第一個月 他第一個月創造的營業額就一百多萬 所以所有很多分析師都羨慕到不行 真的不能小看 我看其中有一個 他一個月說99塊 他就每天寫一篇分析上去 然後他一個月這樣子 他有一千多個人 你用一千個人去算 他就九萬九千塊了 就光是在那上面 一個自媒體這樣 而且如果你真寫得好 始終的追隨者 很多啊 而且會搭配他的粉絲團一起經營 對 然後我另外一個朋友 所以等同他一百多萬 等同全部都他的收入啊 他還要繳一些 給一些平台收費的費用啊 沒有應該說 看他是怎麼跟平台收賺分 他在他的平台會有分潤 如果他自己帳號就比較便宜 對 如果他是依附在人家 像現在也有那種叫知識平台 就是說一樣我可以訂閱 比如說 他就是剛剛那個分析師 然後他每個月九十九 然後但是他上面的條件就是說 你每天一定要出一個報告 或什麼什麼 那以這九十九呢 他可能跟這個平台拆分呢 可能是三七拆 所以等於用一百塊來換算的話 他可能這一個人就會有七十塊錢 真的是直接進他口袋 對 大概三七 那至少也至少七十萬啊 對啊 然後你想一些事情 以後他的粉絲數會變更多來更少 更多嗎 因為很多人就是辦了四九九 我就變成就上網吃到飽了 所以我要看這些人課程更方便啊 所以就變成說更大的空間 讓這些人有機會賺錢啊 像譬如說我現在不是常在每天回信嗎 然後就會有很多單位來跟我講說 那回信我們要不要用直播的方式 然後呢其實大家付一些少少的費用 譬如說一個月只要付一百塊錢 你就可以看可能時封信的回覆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的方式說實在我以前試過一次 量真的比我想像中要超過很多 譬如說我有一次就是 我說要事辦一個九十九塊的 而且我只回三十分鐘 就回幾封信 三分鐘就把它講完 這樣子九十九 來報名有四千多人 兩個九十四 哇 你來聽我演講對不對 可能要花個六百塊八百塊錢 可是我這次你不用來聽我演講 我再給你一個那個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付 我收入比以前 比我去辦一個演講好很多 錢收很多 所以我覺得說未來就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我們有這些call 是因為我長期沒聽在累積 等於說說我未來的時代 是意見領袖的時代 就是說你所有的訊息 比如說即使中華電信 以後如果要跟我們合作 其實就是要找我們這樣的人合作 因為人群在我們這裡 怎麼可能找你 你今天一直罵正優 我也有稱讚他 可以找我 你知道那個 你找遠傳跟台歌大好了 因為商人是沒有感情的 所以吵架沒有關係 商人只要有利益就可以了 當然是可以批評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也沒有料到 會這麼熱烏